中和区中和国中多了一处阅读空间 那就是禁思读书宣 是由校使馆所改装 而日前就举办了启用典礼 这是由慈激基金会捐赠50万元经费所设置的 并捐赠了518本书籍 而这也是基金会所设置的第48所禁思书宣 里头的桌椅都是可折叠式不占空间 攜带方便 可以提供多元的使用 而校长吕志忠就表示 如此的优质环境会同时开放给社区居民共同使用 透过改造之后让它更多更多的阅读元素在这里 所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近两到三百本的书 然后整个空间环境都不一样了 那当然也在我们学校正中心的位置 一进到校门口就可以看到我们书宣在学校的正前方 那更多的家长 我们的社区民众 还有我们的老师学生 都可以利用这样的环境 而禁思书宣里头还放置了木骨城中 吕校长指出 骨语中都是以瓷济金社里头的骨钟 按照缩小比例制作 里头并放有定时器 每一个钟头会敲钟敲骨 提醒学生时间的重要性 那它本来是10比1的比例 当然我们原来它的这个构造很大 在这个金色有一模一样 但是是10比1的比例 我们用菩提叶的装饰把它装饰起来 然后准时的敲钟敲骨 让孩子能够更珍惜时间的重要 而学校增加了禁思书宣这样的阅读空间 同学们说很高兴会多加利用阅读更多喜爱的书籍 有多的图书空间可以选择 然后在这里也可以专心的念书 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地方可以读书 然后可能可以看一些可以培养我们品德的书 让我们从里面得到启发 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社团捐赠充实了学校的设备及阅读风气 而校方也愿意将如此的空间 同时开放给社区居民使用 资源共享 提升了在地的人文素养 我爱综合国中 中佳新闻 张家祠 卢秀娟 综合唱报道